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中华宜家长期照护关怀据点 1号成立了新型服务据点西级巷弄长照站 县长徐真卫特别前往主持了开站仪式 而协会表示未来会进驻护理师 提供长辈健康的咨询 而且天天举办讲座 健康促进活动以及手作的课程 走出家门几步路就可以参加活动 来落实一养合一的目标 英语社区有不少年轻的父母长照站 也规划了新手爸妈以及亲子的相关课程 全力化来照顾社区民众的需求 中华宜家长期照护关怀协会据点 1号在华林县新城乡正南宫 新型服务据点 西级相同长照站正式启用 现在许中卫表示 今年来社会人口结果改变 考量高龄长辈的照顾需求 希望透过协会与社区的合作进驻 让高龄长者来这里动一动 让身体更加健康 我们在学生要有人给我们背参 要有人给我们设计课程 对不对 对哦 所以这些人要鼓励 因为他们要想办法 让我们老大人天天开心 天天想来 天天期待 天天在这里交朋友 所以这些人跟校长跟老师 对不对 所以他们互相的长生 互相的教学相长 所以在这里 真会要谢谢我们长辈 现在开课了 每一天都要来 而且早上到中午到下午 都可以在这里好不好 先言郑宝秀表示 中华宜家长期照顾关怀协会 三年多来 武士奉献来关怀社区 开办许多免费课程 给长生们 以及社区的学生们 同时也成立了 西吉乡弄长照站 可以加回社区的老大人们 非常感谢中华宜家 在我们新城村这边 办这样子的长照 长照西长照 他们虽然是外地人 但是已经在我们这边 生根了三年了 他也非常爱我们花蓮 爱我们这个新城村 他这个据点比较特殊 他还会教小朋友英文 日文 还有很多的活动 都比较不一样 照顾我们新城的长者 非常感谢我们中华宜家 也希望我们花蓮县的好朋友 相信可以来学习观美 甚至西吉乡弄长照据点 以关怀在地高龄长辈 落实在地老化的长照创举 中华宜家长期照顾光华协会 同类背景有社工 照顾员营养师 护理师 希望以专业的服务 资源建制 强化照顾人力 投入建制 分层管理的机制 来提升长照计划的功能 记得终于新南华道